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,桃园无姓男子13年才因公共危险罪遭到起诉,去年11月凌晨20余有人张南涉嫌在桃园复兴路酗酒,吃球棒大闹,武林派出所两名原警前往关切,没想到吴张两人态度嚣张,不但以操你妈会与入警,还与原警发生拉扯,经查后检察官以妨碍公务起诉。 训时吴男师头否认弱骂原警,便称当时在情急下才脱口而出,且是针对朋友而非警察。 张南亦反驳检警指控,声称绝无推挤拉扯,宣示一场误会。 燃心检警调阅出职务报告,执勤一路气拍摄光碟显示,被告张两男在原警确认过程中,却有蓄意挑衅,以手推及拉扯,几乎可说最正确做。 依据资料显示,两嫌的证词军属谢泽狡辩,检方刊已认定罪性,依照刑法第140条提起公诉,吴男因五年内在累犯顾家重罪刑处分。